最後我們請一帆起立一下 我們攝影師照著妳 她是第一次入圍 然後是今年的紅侃實習室 她非常緊張 很緊張 也因為這樣子她一直在瘦 然後剛剛一開場 林毅老師就嫌這一套衣服 覺得太裸露 有點裸露 是不是 妳今天已經有想法 幫她安排了幾套試穿是不是 試一套黑色的 然後為什麼妳會有那樣子的想法 我們先穿上 再請林毅老師好好的來說原因 好 我們趕快來看看 迫不及待林毅大師 介紹我們一帆穿什麼樣走紅毯 請看 有一點小心機 好美喔 超愛這一套 好優雅喔 不過這一套 因為一帆是第一次要走紅地毯 對 所以我們希望她能夠走 讓人家耳目一新的就是 時尚自信 然後非常有一些小心機的變化 就帶一點性感 所以為什麼會挑這一套的原因 也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她單肩的部分 也是呈現性感的感覺 也是表現個性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側面 哇塞 好漂亮喔 紅奶油 媽媽可以這樣嗎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她的腿部的部分 因為開前叉 開前叉有一個好處是 因為你在走路的時候 不管她的脫腿有多長 她都不會限制你走路 所以是很安全的 然後再來就是她這樣的一個 開叉的部分會顯現她的性感 再加上她這個蝴蝶結的部分 又會讓她呈現那優雅 優雅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非常適合她 我也希望她能夠在 第一次走紅地毯的時候 就讓人家 刮目相看 而且完全跟她平常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跳痛 老師 那一反她就很急又假的 趕快去買了這一雙鞋 真的 她說她還沒有確定禮服的時候 她就先去買了 她愛嘛 妳贊成這樣子嗎 就是我們要走紅毯的女星們 先去買鞋 然後再去配衣服 對 我真的很 邏輯 邏輯是不對的啦 一般來講是因為選了禮服 之後再選鞋 對 那因為她太愛這雙鞋了 不是 老師妳知道為什麼 我要先買嗎 新美姐 因為我本來就很愛這雙鞋的 這個經典鞋款 然後我想說以前又沒有時間 可以 機會可以穿得到 然後正知道參加金鐘的時候 剛好 她打七折 然後 用妳的尺寸 用我的尺寸 那是不是應該鞋 幸運 命中注定 所以我現在變成 就像老師講的那個邏輯本末導致 我要為了鞋子 OK 然後來配衣服 然後就打獎 這樣 好強喔 好順利 會鞋背解釘耶 好像滿配的老師還可以嗎 非常好 非常搭 我也覺得非常搭 非常搭 好 那妳坐一下 我們來看看老師 還要介紹的推薦的幾套禮服 我今天戴了三套禮服 風格完全不一樣 因為如果是今天一個大場合的時候 我們要穿得比較正式一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選擇這樣的一個亮段的感覺 然後又硬挺 然後有一個設計感 然後因為它這個脫圍的部分 會顯得它比較優雅一點 不會覺得那麼剛 因為它的裙擺並不是 它是直筒的 所以這套禮服實際上穿起來 是很有氣勢的 然後為什麼選這一套的原因是因為 這套很性感耶 有比較有個性一點的女性 她覺得我想要穿出 跟人家一般不同的感覺 就可以選這一套 第一個它性感中 又不會覺得太陡落 因為它這邊是有沙感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 實際上還滿容易穿的 但是你為什麼不給亦凡穿這一套 亦凡 覺得我身材還沒有練好 因為時尚胸部 時尚胸部 所以這個的話 它是時尚胸部 但是還可以再豐滿一點 會比較性感一點 所以它一樣 它是一樣開前叉的部分 那你是開右叉 它是開左叉 所以這一套 它們風格是完全不一樣 那現在實際上有很多人 希望穿著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是三明治的布料 然後因為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只要飽和度夠 然後我的結構是強的 我一樣還可以穿的是 很正式的感覺 所以這三套 非常地不同的風格 有人會覺得說 我不想再穿大禮物 我也不想再穿 亮晶晶的感覺 所以我想要用時裝 去展現我的身材 明白 了解囉 好的 我們也非常期待這一次的金鐘獎 那你也要鎖定就是 明天 後天 藍教頭說紅毯 到底誰是最美 誰是最帥 重點是誰是我心目中的 最難忘的醜八怪 好厲害 好棒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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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